跟大家讲一个不很新的新闻 油管大概在半年以前开始悄悄的测试 一个拦截广告拦截的这样一个功能 啥意思呢 就是不允许你在插线里头 开启广告拦截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你如果被侦测到装了广告拦截 你会在看油管视频的时候 看到这样一个弹窗 就是这样 这个广告拦截是不允许的 在油管这个平台上面 它号称违反了它的用户条款 那么你的选择就是 要把这个广告拦截的插件 把它卸载或者是关闭 或者是你要么交钱 就参加这个油管的会员 那付费也就是说 或者是你关闭以后 那你就开始看广告 所以这两个选择 这个东西讲从半年以前陆陆续续 在全球各个地方都有人遇到 然后我在各个讨论组里头 都有报道 新闻也进行了报道 但是我一直没碰到这个问题 直到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我在前两天 就打开油管的时候 我是安装了广告拦截的 你看 广告拦截的插件 有好多种 那么我这一种的话 它明确告诉我 它是侦测到了我的广告拦截 所以我就看到那个弹窗 但是因为它现在还是测试阶段 我今天在准备做节目以前 又发现我又可以看了 你看我这个广告拦截是打开的 它的确阻拦了这个广告 我没有看到那个弹窗 但是在前两天 是我一个视频都不能看完 只要一点开 我就看到那个弹窗 所以我这个礼拜 一直在老老实实的看广告 或者点击广告跳过 好 那么这一个 它号称是违反了 它油管的服务条款 并且已经测试了一段时间 在各个地方都有人遇到这个情况 像老胡这个情况 它好像是让你看到 然后再关掉一段时间 估计下面应该回来 所以大家已经有精神准备了 我估计它会在2020年的某个时候 会全面要求 要么你就交钱 要么你就乖乖的看广告 这看来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因为它已经进行这个测试 好像没有大家这样非常生气 然后有大面积的退网这种现象 所以它应该会推进 那么注意到 就是广告拦截有多个品种 多家公司推出这样子的 最近几个月里头 一直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 什么混乱呢 就是有的广告拦截 它侦测不到 或者它不报告 还有有的广告拦截 免费版的它会报告 付费版的 它又暂时你看不见这个拦截的弹窗 所以就有意思了 所以导致这段时间 这个插件的这些公司 这些平台不断的就是发现 这个出现了弹窗 大面积的卸载 然后去找别的能用的 然后那个能用的 安装量就大幅度的上升 每天都飙升 所以这样子 猫猪老鼠的游戏 在这边折腾 我个人的判断 这是一个过渡 所以没有必要因为这种东西 去买这个付费 去买这个广告拦截 因为这是违背 油管这个平台的 它的目标 或者它的前进方向 你不要跟平台去对着干的 你要么就是 我再也不是玩油管 我不上你这个平台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你要在这个平台上玩 你要么就交保护费 那这个保护费是多少 油管的会员 油管的会员 个人会员的话 一个月在美国是14美元 一年是140块钱 那么今天就老胡的群里头 有同学就问 觉得这个东西挺贵的 我买这个东西 我个人的判断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要自己 问你自己 你一年花140块钱的买路费 是不是值得 你高速收我的钱 我大家就不走高速 我从此就走底下 堵车就堵车 你看他对着干 没必要 要么你就不辞辛劳的去点广告 跳过 跳过 那么如果他强迫我买 我最后肯定会买 因为我每天 有的是八个小时 十几个小时在油管上面 看大量的视频 你要叫我去点击那个视频 广告跳过 我是根本就无法认受的 那么有的同学只是在这边上传视频 很少看视频 那这种同学那就不一定要买油管的会员 你就可以偶然看的广告 五秒跳过 那么不可跳过的大概六秒或者顶多十五秒 那你就忍受一下就可以了 我个人建议就没有必要去做研究 去研究这个拦截 是在他的白名单里头 暂时不会有弹窗 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到那个上面去 如果你真的看很多视频的话 那你就买一下这个 那当然 美国是这个价钱 油管的会员 在世界各地各国家是本地价格 你可以印度是另外一个价格 巴基斯坦是另外一个价格 我不知道非洲某个国家是一个价格 对于很多用VPN上网的同学 如果支付允许的情况下 可以考虑使用某个地方的这种节点 可能费用会少很多 那所以这个就是讲 不是很新的 这个新闻给大家报告一下子 那么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做好准备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 其实油管的会员计划 还是相当成功的 它现在卖出大几千万的会员 所以已经是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 那么这里头有个细则 就是讲 好像大家看见这样 有个家庭计划 对吧 你一个人付钱 好像一家人可以这样用 其实是有些限制的 它对家庭的限制是要求 你这个家庭真的是 一家人住在一起 就是在一个弟子 像一个家庭里头 如果你小孩住的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另外一个小孩住的另外一个地方 有几个通信地址的话 那就不符合这样一个优惠的条件 至于它是不是在帐号登录的时候 严格的去检测你的数据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于是要求的这样一个详细的注解 跟大家报告一下 好 如果有同学也看见了这样一个广告拦截的拦截弹窗的话 欢迎在底下跟大家分享 好 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谢谢 再见